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聽說有一些明星能夠 找到一些新的省錢的方法 是可能我們還沒有注意到過的 如果真的被他們找到的話 就表示說還可以省下一些別的花費 可能日子就會更好過一點 所以今天這幾位明星要教我們 怎麼樣找到這些新方法 歡迎各位 歡迎 這幾位當中 最近因為沒有錢而哭的是Eason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 在路上哭嗎 對 就是有一天 有一天下通告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就開始省錢之後呢 我就不坐計程車 我就從頭到尾都騎摩托車 我就騎了摩托車 在那個馬路上面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開始天空 大概飄下兩滴雨這樣 然後就這樣打... 然後我想說 雨是為你耳舞的聲音 對... 你也太知道了吧 我就眼淚就這樣... 然後整個大崩潰 然後我在那個機車格 等紅綠燈的時候 我就整個一直在顫抖這樣 然後隔壁騎摩托車 就覺得我旁邊這個 就是他旁邊那個人 情緒很乖這樣 因為路上不是很多人 在騎摩托車嗎 對啊 因為大家都在淋雨啊 你有什麼好哭的 沒有 是...是以前... 沒有 以前的時候你是 沒有想過說自己會變得 這麼節省的在過上 所以你以前是開轎車是不是 也不是啊 就是以前 坐計程車開車 對... 可是很多明星 然後那時候就變得很脆弱 很多明星也騎摩托車耶 對啊 還有一些明星騎腳踏車耶 可是他們有淋雨嗎 有啊 兩滴 不是 你為什麼不去買雨衣啊 對啊 對啊 那不買雨衣啊 而且 騎摩托車不是一定要戴安全帽嗎 對啊 那雨就是打戴安全帽賽 沒滴在臉上啊 你真的哭到顫抖 我顫抖啊 沒有道理耶 我聽不懂耶 一定還有別的故事在背後 那是失戀嗎 沒有...因為那個時候是 我之前有就是跟我們另外一個團員 一起投資 投資什麼 投資 投資一個生意這樣子 什麼生意 就是開店 開服裝店 我知道 對 衣服品牌是嗎 是 你想要吃我的鞋子嗎 是 是服裝店還是出牌子 這兩件事情 沒有...服裝店而已 服飾店 後來那個服飾店就收掉了這樣 開了多久 開了兩年多 然後賠了多少錢 賠了就是... 就是差不多一兩百這樣子 他大概說兩百萬 可是賠一兩百 以你過去做藝人的收入來講 應該也存夠了可以賠一兩百吧 對啊 就是... 就是把我之前存的也賠掉了 但是就變成說 那你接下來的生活什麼的 就不要過了 我當時在這個基色格裡面 真的有這樣想 其實他這個品牌很成功 然後他也做得很好 Circus內訓 沒有... 覺得內訓 其實不但是賠了錢 然後跟... 失去友情 沒有 我們還是很好啊 還是很好啊 只是... 一點錢而已啦 所以你說他怎麼了 你說六人帥自己賺錢 結果你賠錢 沒有...不是這樣... 因為六人帥 可是台北的店還有在開啊 西藍甸的還開啊 對啊 這個牌子還是很好啊 一直到 所以廖仁帥是不給你衣服進去 沒有... 是...是我跟KID 兩個人當初在... 你跟KID也鬧翻了嗎 不是... 然後你們坐在一起耶 對啊 我跟他... 我跟他一起負責中... 所以你跟KID 一起跟廖仁帥鬧翻 沒有 誰是緊張的 誰跟誰鬧翻 直接講就好了 沒有 都沒有鬧翻 我們真的很好 所以你們會跟廖仁帥鬧翻 是因為他台北店生意好 然後你們中部店生意不好 你們吃味是不是 不是... 他一直看我 生意不好是我跟KID自己 我們有拍攝了Eason選錢的方法 對 對 要如何省錢呢 秘訣就在於 你吃的東西有多少 有多貴 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超省錢的料理 我今天要用50塊 做出一個完整的全餐 好 我大概準備這個東西夠了 沒錯 這些就是50元料理 所需要用到的是洋蔥 洋蔥 洋蔥呢是大賣場的那個 切洋蔥雞拿來的 不用錢 沙拉要用到的醬料 番茄醬 也是大賣場裡面 壓那個番茄醬的機器 得來的不用錢 還有很多這個醬油膏什麼的 也都不用錢 因為這些都是CV11 稅收可得的 好 那現在準備好這些食材 我就開始動手做了 Go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 前菜沙拉 其實沙拉很簡單 好 生菜切一些 加麥草免費的這個醬料 淋上去 好 現在把這個 德國香腸 放上去 我的沙拉就完成了 是不是看起來蠻好吃的呢 然後我現在要做的是 蘑菇燉飯跟蘑菇濃湯 在煮這個蘑菇湯的同時呢 其實旁邊就可以直接 炒這個洋蔥炒蛋 哇 所以 省錢又省時間 炒一炒 我的前菜完成了 現在我就要利用這個蘑菇濃湯 做蘑菇燉飯 超讚的 你看 好 這個濃鮮核度 炒到料 蘑菇燉飯完成了 Yeah 50塊可以吃什麼東西呢 有 沙拉 前菜 還有濃湯 好啦 回家開始開動了 太滿足了 我真的是 省錢的天才 非我莫屬了 所以你怎麼跟妳有意思是說 妳跟廖仁帥不能一起在 沒有啦 沒有啦 妳就很好 妳是很爛的 妳 我沒有跟這個 對 剛剛那個影片在交的 就是去便利上面偷東西 對 你那個沒有 沒有... 他那個算是社會的一種福利 人家不認得這個是 Circus的Eason嗎 然後他就說 因為那個賣場其實他們 每天下午4點的時候 都有那個試吃 而且他們不是拿一般的東西 他們拿那種 一千多塊的牛排出來給你試吃 試吃的東西很高級 很高檔 然後很高檔的羊肉 牛肉 豬排 豬肋排什麼都有 我還吃過干貝 對 然後 你們到底 你們是在那邊說 我們是在那邊說 而且他都有分時段的 他4點是肉類 4點半開始就是一些甜點類什麼的 他就幫你 算是配合 還有麻辣鍋的湯頭 你也知道 還可以喝酒 活味 沙爹喝湯頭 沙爹喝湯頭 那4點你不用 你沒別的事做嗎 如果沒別的事情 我就去吹冷氣順便吃 我一開始 因為我不是只吃一次而已 是同一個對我吃我 我就默默的走到最後面去 可是第二次 你可能就把眼鏡拿下來 第三次可能再戴個帽子 可是其實那些人 也不會怎麼樣 你如果一直排隊 他們喜歡有人潮吧 對不對 對 可是他後來就有發現 我好像在同一個隊伍 已經吃了三四輪了 你要換外套 然後衣服也要放一些 所以你現在由奢入檢 一餐花多少錢 就是剛剛波達 我一餐 我現在一個月 只給自己1000塊的餐費 然後等於說一個禮拜 我只能花250塊再吃飯 然後那250塊就是去市場 跟或是大賣場買250塊的食材 很棒 然後回來以後 我就 因為我也不會做菜 我就自己上網查說 譬如說蛋包飯要怎麼做 然後什麼什麼 就開始自己學做菜這樣子 你過這種簡樸的生活 是剛開始嗎 沒有啊 已經一年多了 一年多兩年 怪不得你銷售不少 可是你還是可以上一些節目 賺通告費啊 沒有 因為就是 就是收店之後 除了是自己的 自己存的錢賠掉之外 還會外面欠一些錢嗎 一兩百包括你自己的儲蓄 以及外面借的錢 對… 是 你外面借錢 陳愛妮 為什麼 陳愛妮不是月入 陳愛妮也知道嗎 陳愛妮上次跟我吃火鍋的時候 她就可憐我啊 因為她吃完火鍋我們要卸了 可是她看點現在一年賺錢 她開20家店賠一年會不會 有沒有那麼誇張啊 她一定買好幾塊土地了吧 對啊 她到底已經過去了 你現在是土地買賣家吧 沒有… 因為妳最近廣告也很多耶 沒有 現在還OK啦 所以為什麼她一兩百萬 就會把她過去幾年 繼續還要在外面再借錢 因為她可能以前一天 一餐就四五百嘛 那我們有時候不花錢的 對啊 沒有啦 那是模型車 小孩 她跟你騎飯了好可憐妳喔 對 就是我那個時候 要付錢嘛 然後就是四百多塊 她可能靠我掏那四張 掏得動作很快 她跟你吃飯還讓妳付錢 沒有 就是各出各的啊 她跟你各出各 等一下 但我要講一下 你為什麼不就大貌的說 這一下我吃 我跟你講 我雖然長得刻薄 但我要講一下 那天是謝師彥 對不對 請老師嘛 對不對 全世界都看得到 妳在電視上面的廣告那麼多 有啦 我之前也都有請他們吃啦 真的有啦 有嗎 不是這種表情嘛 這種半個莫變嘛 怎麼讓妳付四百塊喔 對啊 Eason剛剛在影片裡面 雖然很拮据 可是他煮了很多道耶 為什麼 為什麼還要分沙拉跟那個 因為就是 其實省錢我有發現說 省錢歸省錢 但是你不能破壞自己的生活品質 妳的 真的嗎 對 妳該有人的那個 格調跟尊嚴還是要在的 就我還是還是 很... 懷念以前有錢菜有沙拉有湯的這種 真的 超開的 所以我就會變成說 用省錢的料理 但是一樣是取代 可是我們剛剛看影片中 他住的地方很大耶 對啊 好快廣告 而且裝潢算是滿高級的 對啊 應該是來互動我們 但是你一樣 沒有... 那是因為跟... 跟其他團員合租啊 所以就... 可是你跟其他團員不是鬧翻了 沒有啦 我就說感覺很好啊 但是我... 但是也... 搬到這個地方也是因為省錢 因為本來... 本來也是住在... 住在那個啊 S姐家附近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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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堡的後面那個火鍋店的樓上 我看到小S姐去那邊吃火鍋 對 真的好好的地方 對 那地段算是還不錯耶 對啊 以前是住在 以前大家一起是住在那裡 是以前過奢華的生活 沒有奢華啊 你們以前的錢 到底是從哪來的啊 沒有... 就是 就還好啊 就過得去這樣子 謝忻停車損錢小喵到後腳詳起 也想跟蹤 我有個習慣是 我只要到這個地點去 我都會提早 例如說提早40分鐘 對 妳說後腳詳起有跟蹤過 妳為了發現一個地點是嗎 對 聽過講嘛 然後我就發現他開車跟蹤我 我就從後方去看到他說 不是他喘的車嗎 他就在跟蹤我 看我要去哪裡 早上的時候 不是 我就 然後把他摔掉了 沒有 沒有 另外一個省錢的密招就是 你在那個便利商店 它不是都有那個提款機嗎 然後那個提款機呢 其實很多人提完錢之後呢 他都不知道 他提完錢嗎 不是啦 沒有 恐怖啦 我知道 拿Coupon券 對 他們提完錢以後就走掉了 那我是排在後面的人嗎 我就接下去趕快點那個螢幕 他那個螢幕裡面很多 譬如說什麼 買飲料 買一送一 吃Pizza買一送一 什麼超多的 有嗎 可是我可以按不顯示 對 不顯示之後 還是會有那個 可以列印Coupon券的那個選項 可是大多數人都忽略這一點 年終入破譯的 陳漢妮也知道這件事嗎 這我當然知道啊 但是我通常都會直接按不顯示 對 把它結束 我會把它定起來 因為顯示的話 零會印不完 對不對 這是什麼 不是 長數很多啊 哪有那麼多 謝忻要教的事情 可能會有用一點 妳要教我們停車的事吧 對 所以影片當中 是停車的部分嗎 對 教大家怎麼找便宜停車位 這還滿厲害的啊 是妳自己發現的 對 好 我們來看停車位 來到了多虛購物 可是縱眼一看 全部停滿了 怎麼辦呢 我告訴妳 我開車的宗旨就是 找不到免費車位 也要找到最便宜的 有什麼方法找呢 讓我秀給妳看 我又有查過 在仁愛路跟妍急街這一段 有二十三格 是機車跟汽車可以共停 所以或許那個地方 有這個空的停車位 而且是免費的 要不要去找找看 走 怎麼辦 今天感覺好像沒有什麼位置 而且啊 找車位的時候 妳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 就是請老天爺幫忙 今天沒位子 那不然就來念個 心經或什麼聖號好了 無極遙遲 大聲希望金母大天尊 無極遙遲 大聲希望金母大天尊 請遙遲金母幫幫我 給我一個福報的車位 我平常沒有做壞事 福報就是現在了 我可以用掉我一點點 福報的扣打 拜託 拜託 給我一個福報車位 拜託 拜託 好 繼續繞 繼續繞 像這種就是福報 福報車位這種 有沒有 福報 它卡到一點機車狗 但它不會有事 這是福報車位 這是作戰士的 應該留給我 可惡福報 有沒有 供體有沒有看到 騎機車空停 地上有寫 有沒有看到 這些可以來繞一下 那這個我就可以停了 而且不會有事 因為我車小 我停到了 好 我有福報 我找到了 而且這個是跟機車共用的 這個時間不用錢 好棒喔 福報車位 好厲害 我以為路邊停車都要收費 台北市政府它有規劃 很多的路段它是 汽車跟機車共用 因為很多地方是 騎摩托車去上班 但是它 8點之後就不用錢 你汽車可以去停 而且是不收費的 可是只有特定路段 那剛剛那個國泰醫院 前面有23格是可以停的 可是問題是你要去地方 萬一離那個車位很遠 它每個區塊都會有 你可以上網去查 因為妳剛才是有要去 國泰醫院附近嗎 剛剛是想說 企圖表演在閻集街那一站 我覺得她應該去停在哪裡 就在哪裡活動 因為她剛剛明明說她要去 東區逛街找不到車位 可是她又停到 我只要過一個仁岸路就到了 可是划算也沒問題 如果剛才我們沒有在旁邊 拍妳的話 妳在車子裡面也會自己 一個人碎碎念嗎 我一定要念聖號 好可怕 因為那是福報 而且我有時候會 甚至被我找到一個福報 然後車我就停了 然後我就坐捷運 台北有一些公共場所 如果是有免費的車位 對 然後妳是怎麼發現的 就是呢 我有個習慣是 我只要到這個定點去 我都會提早 例如說提早40分鐘 那我就 這樣很容易 妳很容易 妳還要看 就是我會看緊 然後我平常走在街上的時候 我就會做紀錄 那例如說 在台北市某一個區塊 旁邊都會停滿的計程車 然後那個地方 紅線 但是空了一格 沒有顏色的 然後前面又是紅線 就那兩個地方可以停兩台車 是一整天都不用錢 那是什麼畫線的人疏忽了嗎 我不知道 它就是可能是一個工程上的疏忽 或是怎麼樣 或者是它畫的時候 既然就停在那裡睡覺 就是有兩格 就那麼兩格 所以我到那地方去的時候 我就會先讓 這聽起來不是為了妳設計 那好像是不小心 可是到現在還是有 因為我沒事 就是給市民的一個小驚喜嗎 對 我沒事還是會去聽 所以整個台北市都有藏寶圖 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人 那後來也變成我的興趣 就是我會去找那種 比如說它早上10點才開始收費 但是收到5點 那5點之後我就會去停 這邊不用錢的 那有的時候又是8點收費 收到5點 可是它30塊 另外的是40塊 我就會去算 所以只要是沒有線 就是意味著可以停 對 像剛剛那個攝影棚後面 有那個工地嘛 旁邊有柵欄 那個也沒有線啊 那也可以停 只是被人家停走了 OK 不然我剛剛就停了 是 好多喔 對 可是只要 所以妳們都不知道 不知道耶 那妳們每次都付費停車 對 因為如果說亂停 我常常如果亂停 被拖掉或被開罰單更貴 所以我就只好去付費 謝忻妳還說有一個地方是 大眾運輸系統的所在地 那個地方是免費停車位 免費停車位 尤其是6日全部免費 是一個大停車場都免費 對 對 然後這個地方 如果你去的時候是滿的 沒關係 旁邊還有一個地方 它是地下室的 它是只收30塊 但是它6點之後10塊 所以它比 妳說浩角長期有跟蹤過 妳為了發現一個地點是不是 對 因為 她就是發現說奇怪了 為什麼 他們每次都會抱怨說 今天停車費又付了兩三百塊 因為我們都錄影錄一整天嘛 浩角現在也很紅啊 有必要 可是能省則省啊 可是我就是老行載災 所以不是只有停車點 真的耶 我怎樣 我很好 浩角你有在在付停車費的事嗎 沒有 我不開車了 對 她最近在騎腳踏車換 有司機 沒有司機啦 騎腳踏車啦 OK 然後她就逼我啊 所以浩角跟蹤妳 對 想要發現妳的地點 我不講啊 她就一直問我說 在哪裡 在哪裡 我就不講啊 然後我就發現她開車跟蹤我 我就從浩角鏡看到她說 這才不是阿翔的車嗎 她就在跟蹤我 看我要停哪裡 早上的時候 不是 我就繞圈 繞兩三圈 然後把她甩掉 繞圈 所以現在這個地點 是妳從來不告訴別人的 我死守這個秘密 已經大概快到第六年了 妳是怎麼可能 只有妳一個人知道這件事 至少我確認 我沒有看到同行的人 就是要去錄影題那個地方 那如果今天播出後 網友問妳怎麼辦 不答 我死守這個秘密多久啊 所以即使是演藝圈的長輩 問妳這個秘密 妳也不會講嗎 講死守 我就是死要守住 剛剛他就問我 醫生問我 那我 500塊給妳買 妳都已經沒錢了 妳都已經沒錢了 500塊 妳可以吃實餐 這個同事值得 吃兩個禮拜 所以今天是連胡瓜問妳 妳都不會說嗎 不會 像瓜哥 董哥問我 我也不說 然後相反的 我還想辦法要占他們便宜 怎麼賺 像我們去松山機場 我們搭飛機 你知道機場的停車場 是1小時50塊 它一直到2012年5月 才調降成40塊 然後夜間10塊 那有一次我們要去金門錄影 2012年5月 對 就是今年 就5月 才調降10塊 然後我就有一次要去金門錄影 就想說 這次要去個三天兩夜 於是呢 我就開車到董哥家門口 然後停著 然後怎麼開過去發現 浩子跟他想也在喔 也在這個地方喔 我們三個人就要董哥家門口 把車停好 董哥就走出來了 就 董哥 可不可以搭你的便車啊 好啊 一起去機場 他就開車 把我們三個送到機場去 我們先下車 他去停車喔 然後呢 去金門錄了三天兩夜的影回來之後 董哥還說 等等 我去把車開出來 董哥 董哥 打你的便車好不好 我們車你在你家門口 他都沒多想喔 好啊 就開車 然後付了1000多塊 我親眼看他付了1000多塊 我們就坐上他的車 他把他開車送我們回到他家門口 董哥 再見 謝謝董哥 他家門口停車完全不用錢 然後呢 警衛還幫我們看車 還有攝影機 所以他沒發現你們三個人 在做這件事情 沒有 沒有 好大氣喔 天熱不開冷氣的舉手好嗎 會開喔 怎麼辦得到 黃靖倫不會 脫光 我本來就習慣 脫光嗎 習慣熱的天氣 因為新加坡也很熱 對 所以我都不開冷氣 而且開冷氣我會過敏 對 即使很熱我開冷氣我還是會過敏 所以妳也是脫光嗎 不至於我還滿耐熱的 我就穿一件比較薄的衣服就可以了 然後其他人是脫光 脫光穿內褲 穿內褲 在家裡面脫光穿內褲走來走去 對啊 對啊 裸上身耶 裸上身 這樣不會很像是一些部落的人 對不對 對 沒有人會怕 而且脫光超涼 真的 可以吹電風煞 然後把窗戶打開這樣子 這樣有風可以透過 可是如果突然有人按門鈴 你們就要趕快趕回房間穿衣服 對 這小套房也沒有空間 熱熱的不會做不了事嗎 不會 就當作自己在散溫暖 然後健身 排毒 對 Eason從金額電費 小偉蛇重心背後的引擎 Eason妳多少 天啊 妳是オープン喔 電費 不是已經一個套保的月租費了嗎 對啊 所以妳剛剛前面做的那天 是為了什麼 我們在家的時間 然後每個房間都冷氣 妳感受到它的那個門縫 那邊涼涼的 妳覺得妳已經開了 那我也不能輸啊 我就回房間我也開這樣 妳要開到這門縫就勝出兩億 大概是1925 1925 對 就差不多22 我覺得妳好像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不缺冷氣可以省多少電費 其實還蠻多的 夏天更多 就有一兩千塊 而且我要講 我不開冷氣不只省錢還賺到錢 因為那個時候我住的房間 冷氣機上要顯示抽獎嗎 沒有 沒有 我不誇張 我住的地方房租是一個小套房 然後一萬一千塊錢一個月不含電 然後因為每次啊 就是我住的時候 就是房東太太來收錢 那一開門 跟瘴氣一樣 那個熱氣這樣砰 衝出來 然後那房東太太說 天啊 妳房間怎麼那麼熱 然後我就跟她抱怨說 對啊 真的好熱 可是我不想開冷氣 因為這樣很浪費店 現在呢 每個月房租變一萬塊 便宜了一千耶 因為我沒開冷氣 她是修房租的時候 希望不要那麼熱 希望妳開一點冷氣 因為她可能也怕我搬走 然後她每次一開門 我就看到她明明沒汗的 跟我收個錢開始冒汗 客人到妳家做客 可以稍微開一下吧 可以啊 那天她來拍 我就特別讓她 很陌生 還不知道冷氣怎麼開有沒有 我們等一下看妳家的畫面 是有開冷氣的情況是不是 有...有開 怎麼回事 鏡頭上都起霧 就是空氣有溫差 好 我們看姚姚家的畫面 好啦 歡迎來到姚姚的家 有沒有覺得這邊很暗呢 因為我平常是這樣 但是因為今天你們來 給妳開燈 讓妳看到感覺 光明的感覺 妳知道平常不可以開兩個 開兩個非常的浪費電 馬上的看這裡 有沒有覺得很熱 我感覺到已經冒汗了 現在呢 因為今天畫面比較涼爽 所以現在冷氣的總溫是27度 但我平常是31度 而且我都 因為一開冷氣就會很浪費電 31度 也...也沒關係 那因為太熱啊 所以呢我平常呢 就是吹電風扇了 看到沒 電風扇有分三段 強中弱 平常是開破 但是因為今天你們來 所以我特例開中風給你們 不能開強風 因為強風會很浪費電 因為那個馬達轉速太快了 所以呢開中風 歡迎你們 省錢後 只要吹到油 有效果的動作 先用這個熱水扶 把水煮滾了之後 你看它要滾了 滾了之後呢 立刻放在電池上面 你看 2度加熱 像我這樣子 倒好一人份的水之後 開電 我跟你講喔 不誇張 只要10秒鐘 不要10秒 你看它滾了 我已經可以吃飯了 怎麼可能 你看 而且我還特別選用 韓國進口的小泰鍋 你知道這個鍋子喔 你用我不鏽鋼鍋啊 你倒這個還要快很多 這樣你知道 我立刻可以關火了 我已經煮好了 我胖被煮好了 花了不到我10秒鐘的時間 便被剩了好多啊 浴室呢 有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租房子 都用這種除垃圾的熱水器 那它的功能呢 就是它會先幫你燒好 一大桶的熱水 然後你要洗澡 就有熱水可以用 但是你沒洗澡的時候 它也always在裡面 幫你除水 也好像一直燒水 但你又用不到 很大的廢店 所以通常呢 我會在洗澡前的一個小時 再把它給打開來 你看打開之後 它就開始燒水了 這樣呢 一個小時過後呢 我就可以洗澡了 那平常洗完澡立刻關起來 這段時間呢 就是我的省錢小朋友 好可憐 那個鍋子是怎麼回事 我跟妳講 妳說妳特別選到了一種 導熱比較強的鍋 對 非常非常快 那韓國人就煮泡麵 他們都用那種小銅 就是那種小泰鍋 就非常薄 那鍋子本身是便宜的嗎 本身 20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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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塊而已 差不多100多塊吧 因為那時候剛好我姐去韓國 就特別請她帶回來 妳買鍋子的時候 有想到它要傳熱很快才行 大家都說快 所以這是主打傳熱快是不是 對 很快 所以這事情在買鍋子界 算是一個訴求是不是 應該講說要省錢的都知道 因為像妳那種不鏽膏那種鍋子 沒有 妳們就不知道吧 我知道 妳們知道嗎 我不知道 知道 還有什麼白什麼鍋的也是 所以妳這樣一個月水電費多少 沒有 因為水費不算我啊 然後電費算我就 我上個月就差不多400塊 那誰傻眼 太扯了吧 電費400是怎樣 很強耶 那一度5塊喔 現在已經不是一度4塊 現在是5塊囉 Eason你多少 一萬三 一萬三 天啊 妳開放了 電費 那不是已經一個套房在月租費了嗎 那妳剛剛前面做的那天說 換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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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了可以每天吹冷氣嗎 沒有 我沒有 一萬三是三個的 三個的 要分攤的是不是 對 一萬三正常嗎 沒有 我今天會不知道 他有四兩三千就很歐買 黃靜倫大概可以付到多少 我一千 一千左右而已 因為400還是贏妳就對了 他贏我 我追求的品質不一樣 對 我還是會開電腦啦 還有看電視 電磁爐很快就把泡麵做好 可是妳不會只吃泡麵啊 就吃泡麵啊 每一餐 人家Eason都要吃四道的料理 沒有 因為女生比較容易飽吧 因為像晚上可能吃泡麵 那平常可能就是吃什麼 御飯糰啊 或是零食啊那種的 OK 但也不會只吃泡麵 偶爾會放冬粉啊或米粉之類的 沒有 沒有 還不是素食 所以妳吃的也很省 我吃的很省 店也省 店也省 房租也省 房租也省 服裝也省 我全身都很省 服裝怎麼省 因為就是我上節目的所有服裝 都是自己去談贊助啊 對 這些是某服裝店給妳穿的 對 我以前是找那種 小小的那種服裝店 可能專門進日貨的那種服裝店 她們為什麼願意答應妳 就大家偶爾也有失敗過 但是還是會有幾個 可能覺得妳個性不錯或什麼的 就借妳啊 那上節目穿完再還她們就好了 再還她們 不用干洗嗎 因為我只是這樣子穿 我不會弄髒 但是就是說像我外景的話 我就一定穿自己的 OK 你真的沒有辦法 然後現在就是變成說 我談到變成是服裝品牌喔 日本品牌贊助之外呢 然後她也邀請我去參加他們 去當他們的一日店長 有錢拿又有免費的衣服 賺到了 可是美女竟然願意過 這麼節儉的生活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我從小就是一個 很喜歡錢的人 妳這麼省 妳真的有存到錢嗎 所以妳不是像Eason這樣 是揮霍殆盡就只好 不是 我是一直覺得說 存錢是讓自己不要落魄的 一個方法 所以妳看到一些前輩藝人 然後本來很有錢 後來最後就是一謀不勝 妳又覺得怎麼會這樣是不是 就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像Eason說 他騎車在路上哭 妳這個故事會生硬在腦中說 這就叫落魄 然後妳以後就是要小心 不要讓自己變成這樣子的人 就是麻煩人家說 借我一點錢或幹嘛的 不是很可憐嗎 去吃免費的肉什麼的 這有點可憐 沒有啦 我需要啦 我需要那張卡 需要那張卡 因為妳三個人分攤下來 一個人電費也要四千塊 對啊 沒有 這真的是 而有油是四百耶 然後黃靜沼也才一千啊 這太多了 奇怪 你們怎麼辦到 你冷氣就一個三個人用 怎麼用一萬三耶 沒有 因為每個人房間都冷氣嘛 你是不是還打遊戲 打很多時間 沒有...就是... 就是譬如說我們在家的時間 然後每個人房間都冷氣 你感受到它的那個門縫 那邊涼涼的 你覺得你已經開了 那我也不能輸啊 我就回房間我也開這樣子 大家都一起開 你就開它門就好 對... 一起睡 一起睡客氣 而且你要開到是門縫 都滲出涼液 大概是二十...十九 二十度耶 對 就差不多二十二啊 我覺得妳好像知道一些時間 什麼 妳穿得起來是揮霍的 揮霍的那個嗎 不是 因為我也很怕吹冷氣 因為我吹冷氣那個膝蓋會痛 什麼... 小公賺錢新花招 可人外套平空不消失 謝謝 謝謝妳 謝謝妳 拜拜 好 不要... 真是太開心了 我剛剛終於開市了 然後我的開市金額呢 是十塊錢 剛才我們看到一個十塊銅板 是來自 我賣外套 為什麼我賣一百 就是因為那外套有拖鞋 然後不小心拉的話 整條就...整件就要回掉 所以有可能那個客人回到 之後外套已經消失了 對 外套在裡面 所以四百... 四百元的電費是非常了不起的 對 就因為真的 房東已經覺得我太了不起了 妳沒有交往過有錢的男生嗎 沒有耶 我最有錢他們都沒有我有錢 怎麼會這樣子 對啊 那如果將來有一個很有錢的男生 請妳不要再這麼接見了 她要是很有錢 然後我也很喜歡她的話 但是吹冷氣吹久了很不舒服 真的 所以妳沒有很想要交一個 可以讓妳每四季都開冷氣的男友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好像比較喜歡自己賺錢的那種感覺 對 當然還是有比較有錢的人 可能有跟我講過什麼 其實妳不用為錢傷腦筋 我覺得講這種話好噁喔 是嗎 對啊 她又沒有辦法養妳一輩子 可以啊 如果跟妳在一起的話 哪有 她一定是玩完就把我丟掉了好不好 怎麼可以這樣講 妳到底經歷過什麼 有那麼負面的想法 沒有 我就覺得要獨立啦 那也是 對啊 不要把指望放在別人身上 是男生都 好啦...不要難過 是 所以男生講出這個台詞 反而追不到妳 對 他講出那麼台詞 反而覺得說頑固子弟 那妳就跟一線在一起好了 不要他 他也很浪費 不要 我們攝影組去拍黃金人家說 很心酸 因為家裡是臭的 酸口味 看畫面 好緊張 第一次有人來拍我家 是的 先看一下我家這個玻璃門 你看 非常漂亮 很有藝術感 不過之前是長這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裂掉了 不過我覺得要換這個太貴了 就等它掉了再說好了 省錢嗎 其實今天天氣滿熱的 可是我冷氣啊 電風扇 你看非常的乾淨 我都不開 因為要省錢 要省電 電費真的很貴 尤其是開冷氣 請看 這是我一個禮拜的水源 這不要誤會喔 不是從超市買的 是每一次出外景啦 還有在棚內錄影的時候 喝不完的水我都拿回來 還有別人喝不完的 我都拿回來 所以我的通告一定不能斷 要不然水源也都斷掉了 再來就是這一個 垃圾袋 跟你講垃圾袋 我以前在新加坡是沒有 直接就是丟掉 然後這邊沒想到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開支 這個很貴喔 一袋可能要補到10元 所以這樣子是不能丟的 也只要把它擠到很滿 就這樣子還可以壓縮 還有多三分之二的空間可以用 我的洗衣袋 喔 要不要拆一拆 這是多少天的量 這個其實我也忘了 我的習慣是 兩個星期洗一次 所以這樣子還不能夠洗 一定要把它擺得滿滿的 才可以洗 因為洗衣機也要錢 然後水也要錢 然後洗衣機 洗衣機要用洗衣機要用電喔 也是要省喔 所以呢 像我從國外來這邊呢 這些都是我的省錢女 所以那個酸抽味 是來自於垃圾跟衣服 要積到太久一點 衣服應該比較臭吧 尤其是最底部的那個 妳住的地方的樣子很特別 就是那個牆上 黑的是怎樣啊 那個一般竟然就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 可能是前屋主吧 就貼一個壁紙這樣子 對 還滿有格調的一個房間 所以妳住進去之後 就是只把家具搬進去 對 沒有家具啊 原來的家具 我的唯一的家具是那個 洗衣機我要自己買 洗衣機要自己買 對 洗衣機 其他都是 不是粉絲送的 要不然就是房東自己的 所以衣服是洗的次數越少 電費就越便宜嗎 電費跟水費還有洗衣機 我的洗衣機應該是一年只換一次而已 所以粉絲沒有看過妳住的樣子 從來沒人來過我家 就算就是同行的朋友都很少 應該只有兩個人來過我家而已 因為我都不敢給他們來 可能會有點臭 因為我本身是常年 常年都是鼻塞的 所以我自己聞不到 對 就很多人來我家 一來喔 一進去就會打噴嚏 這樣子 因為很多塵蠻 然後什麼 對 所以妳們如果不用電的意思是說 也不會使用吸塵器這些東西 吸塵 我本身也滿懶惰 所以也很少都在打掃 因為自己聞不到 所以妳家是真的髒 不是說是 有 剛剛拍到 算是比較乾淨的 因為知道有人要來拍 整理了一下這樣子 要看地上應該會有一些些頭髮啦 有時候 還好那天沒有蟑螂 對 那走... 走 你有在洗嗎 什麼 走 你有在洗嗎 洗澡嗎 沒有 一定要洗啊 兩天洗一次 沒有 那個皮膚會爛掉 對 晚上的時候 一天差不多洗一次這樣 之後水費還滿便宜的 兩個月差不多 100或80塊 Eason你現在點頭是在假裝 知道怎麼過節省 你衣服都該洗吧 沒有…我衣服也是 你送洗吧 就會分兩種 一種是可以送 你現在還有衣服 對 有些衣服洗的 他根本不配跟你們坐在一起 對…你走開啦 我就最省了 他真的不知人間幾個嗎 上次應該是你騎我嘛 對 所以漢典我夢會你了耶 對啊 對不對 不過漢典 漢典的做法其實最好 是跟爸媽住一起耶 就是什麼錢都是爸媽出就好了 對 然後把媽媽當用人 就是免費的打掃的 沒有… 你根本不用負擔生活費 是我出的啊 所以你也不會考慮什麼 洗衣服要省這種 這個還好 因為我覺得這是比較必須的 生活必須的 OK 那你身上怎麼都在發愁 真的嗎 沒有… 我沒聞到我鼻塞的 你是要壞同學 對 然後如果去外景的話 常常都會有一些伴手禮嘛 就拿回來吃 有時候粉絲也會送我吃東西 很棒 可以吃很久 可以吃超久的 出外景之後會得到伴手禮 會有時候可能去什麼麵線工廠 那個新竹 去給你那個店家 就哇 給你一箱 你怎麼帶呢 對 沙茶醬 去什麼地方都有 準備保鮮盒跟那個密封袋 我可以吃一個月 都不用錢 垃圾袋它是不是應該買大的 對 買大的比較省 大的比較省 大的比較省 因為反正家裡已經臭的話 就是買大的算 可以更多天 大的可以更多天沒錯 不過還是要考慮到衛生關係 放太久 有蟑螂真的會住在裡面 對 而且大旦 妳不是說已經有蟑螂了嗎 比較少 還沒長大 還沒長大 長大之前我就把它焊滅了 唯一有做到截流之外的開源 好像是小Call 所以它是比較正面的態度 我們看小Call教的事情 好的 這邊現在我在的位置呢 是天母的跳桃市場 那我的省錢方法呢 就是 從頭到腳 甚至我們家的鍋碗瓢盆 我都有可能會拿來囉 我現在要開始去擺它了 好 我現在已經開始來擺它了 然後我今天其實帶了滿多 就是滿特別的小東西來買 然後我手上的這個就是一個小碟子 有沒有 你可以放放你自己的虛箱 或者是你可以 在家裡炒菜的那個小菜 都可以放在這上面 不錯吧 好 那另外呢 還有這個 猜猜看的是什麼 有沒有 開車的人就有需要 那我現在是不需要 所以我才拿來賣 好 好 現在這一些呢 就是我今天要賣的東西 然後我要開始來賺錢了 慢慢看喔 小燕可以拿起來看看 衣服都便宜賣 好的 長袖 對 高穎的也可以 那你到了夏天 你不用裡面加一個背心就可以了 謝謝 慢慢看喔 可以啊 慢慢看喔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好 真是太開心了 我剛剛終於開市了 然後我的開市金額呢 是 十塊錢 不過這十塊錢 也是錢 所以 積少成多 我今天的目標 要賣兩千五好了 好不好 那我要繼續做生意囉 拜拜 快點買 快點買 太甜甜了 妳在那個市場 是不是算生意好的攤位啊 對 我每次只要去擺個兩三個小時 我東西差不多就會賣完 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賣的東西真的很便宜 再加上因為我是小Call 他們都是 小Call 他們認識妳是誰嗎 對 因為我其實擺 妳說Eason在賣場吃肉 沒有被認出來 可是妳 在跳島市場有被認出來 有 而且我已經變成天母西施了 就是我已經擺了兩年多了 然後有的客人就叫我天母試施 剛才我們看到一個10塊銅板 是來自妳賣什麼 我賣外套 因為其實我賣那個 外套只賣10塊是不是 對 因為有原因的 妳叫划得來嗎 划得來嗎 划得來 因為妳不穿 妳不穿的話就沒有錢 妳拿去賣就又會回收一點 妳為什麼不賣100 但是因為那外套有脫線 然後不小心拉的話 整件就會毀掉 所以我就很小心翼翼 我就把那個線頭綁好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妳這個地方 妳可能要回去自己 去做縫的動作 所以有可能那個客人回家之後 外套已經消失了 妳那個線頭脫掉 外套類型 很徹底的那個答案 對 妳就千萬不能拉太大力 因為它一拉整個就毀了 所以妳意思說妳在天母界 就是有一個信用很好的 對 一個小小的名號 而且有的人會 因為我去買的時候 譬如說因為我可能衣服 像通告的衣服 我這一件洋裝 那我可能穿了一兩次 我就不會再穿它 然後我就會賣個100塊或50塊 100塊 50塊 對 100塊或50塊 所以很多人就會來賣 這樣就不划算吧 不會啊 因為妳要想說 我們平常去買的一件衣服 兩三百塊 那妳已經 已經穿了兩三次了 然後妳已經不斷的做完搭配 那妳放在家裡 這衣服不可能只要兩三百塊 這要錢是吧 600... 我去五分埔買100耶 這衣服很不錯耶 不錯耶 縫線 真的100塊啊 賣我啦 真的啊 所以這件妳如果要賣的話 就是賣50 對 有時候我會賣100 就看狀況 不可能是洋裝 這件事情是不是打敗你們其他人 對啊 因為Eason那件柔毛背筋 至少要幾千塊吧 那個要幾萬喔 沒有... 這個也是那個贊助的 贊助的 都是贊助的 是任何人都可以去那邊擺攤嗎 還是要申請 要申請 就是妳譬如說我禮拜五六日都可以擺攤 那它就規定就是可能禮拜三這個時間 晚上八點 妳就要守著妳的電腦 聽著中原標準時間 一到59秒 的時候妳要跟它按Enter 就把那個單子送出去 因為很多人搶 因為那個攤位就 很多人搶 所以妳不是有一張執照可以固定的 不是執照 就是妳要去搶名額 對 要去拍這個月沒搶到妳就沒了嗎 對 就是一次 沒有 妳每一次去擺就是每 這個禮拜一次一次算 不是一個月 對 Eason做不到 Eason把他這樣睡過頭 他就沒有辦法 所以比起來Eason 其實就還是貴公子 貴公子 所以才會哭 零兩地獄也要哭 真的 這是什麼 我們在那邊買它 有時候也會大領地獄 可是請問妳一件衣服 五十一百的賣 妳最後整個攤位賣下來 最高一天的營業額會有八千 有嗎 妳有帶那麼多東西去 而且我的東西不夠 我會蒐集朋友的 什麼都賣得掉嗎 什麼都賣得掉 我鍋子也賣過 然後我連我家的床 那個床單也都拿去賣 我們康熙如果下次做一集 絕對賣不掉的東西 然後那些東西妳敢拿去賣賣開嗎 我敢拿去賣 對 讓我開價 因為我們真的遇過很多 賣不掉的東西耶 我可以真的 因為我還滿會賣東西的我覺得 可以把程翰姐拿去嗎 賣不掉 是價錢比較高一點 對 就是其實妳在那邊 妳什麼東西都可以買得到 跟看得到 而且甚至就是因為 所以妳不會白白的擺一天 沒生意 絕對不會 像我昨天才擺個一個多小時 就一千多塊的業績 很厲害 對 然後像我有時候 還會強迫別的攤友跟我交換 什麼 就是因為我看她的衣服很漂亮 然後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拿我這件跟你換 然後她比較 那個換來的東西 比較好賣掉是不是 不是 我可以再穿一次通告 對 再穿一次通告 然後下次再拿去賣 妳很誘惑 這樣也不錯耶 其實 對 所以在妳們眼中 Eason也算是努力在過生活嗎 不帥 不帥 她一定在更能力對不對 這是一個教訓這樣的人 對 我覺得這電費實在太誇張了 有待加強啦 妳不在加強 妳就要把電腦螢幕都關掉 對 插頭把拔起來 所以其實她 做生意之所以會失敗 應該就是她根本沒有拔 不是 對 今天還是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那個 我覺得 我們看她會被圍多久 一定會很多人問妳的啦 對 看妳撐不撐得住 能保就保 Eason應該就是活該嘛 對不對 活該 好 辛苦妳們了 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